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鸡快跑 KX战队的愚人可以说是中国第一狙神 在之前的比赛中上演过多次神奇操作 无论是各种的移动版 还是超远距离的狙击 又或者是敌人只露了一个头 愚人总是能够找到精准的位置 将敌人淘汰,把分拿到手 而在今日PCL的季后赛里 中国狙神也是再次打出史上难度最高的一狙 那么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在季后赛的第八场比赛中 镜头没看见的地方愚人一局带走了蓝博 随后当官方给到愚人视角的时候 解说看到眼前这一个画面也是懵了 立刻发出了自己的疑问 又还是个三倍镜 从这个缝里面把蓝博打了吗 我啥都看不到 不是吧 他是不是自贷了放大镜 随后官方给出的回放 也是印证了解说的猜测 几乎只有一毫米的缝隙 他竟然用三倍镜将敌人给带走了 那么各位小伙伴 你们觉得愚人的酸居怎么样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我们下转捡我们下转的元 comput 快 maar 赛这个电话 我们下转的数捆 我们下转 hedge